大家好 我是煌靈 昨天SONET把3.5週年的資訊放給巴哈姆特先公布一些了 這些情報包含了綠色惡魔即將登場 角色LV極限突破 可可蘿的錢包可以存瑪娜的家具 限定三星必中轉蛋 常駐角色三星自選券 還有一堆禮包跟限定驚喜活動 有興趣的可以點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自己去看 今天先針對其中一個話題做影片 那就是三星自選券 角色選擇的優先順序 至於其他話題會在後續幾天陸續做影片 影片開頭先說一下這次三星自選券可以選誰 台版目前的常駐角色在作業服美東以前登場的都可以選 還不能選的角色有泳裝姐姐 泳裝千歌 江戶深月 江戶雪這四位 這個三星自選券的販售日期是2月1號到2月7號下午4點 售價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台幣750 買了之後可以任選一個常駐角色 獲得100個記憶碎片 還有拿到一張10抽券 要特別注意的是兌換日期的部分 在我做影片的時候 暫時還沒看到SONE的公告說兌換日期到什麼時候 各位要買的話 注意一下兌換日期 然後看一下1月份還有沒有要抽什麼卡池 卡池都抽完了 再兌換角色 不然萬一兌換完 然後抽卡抽一抽 有冒出來一張 那就尷尬啦 現在畫面上這個表格就是這次的推薦表了 先說一下這個表格的一些標準 這次能選的角色大概40到50個左右 我不太可能每個都介紹一下 所以取得難度太低的 通通不推薦 像是地下城壁角色 競技場公主競技場壁角色 還有在Hard關卡有三關以上可以刷碎片的角色 取得難度夠高加上強度也夠的 才會到上面的推薦表裡 取得難度的部分 最低是一星 亞里莎跟吉塔這兩位在Hard關卡有兩關可以刷 然後在Hard關卡只有一關能刷的則是兩顆星 三顆星是戰隊戰壁 戰隊戰壁取得算是蠻困難的 而最高的四顆星就是目前只能透過抽卡取得的角色 然後表格上的強度是以日版目前強度為準 雖有的角色強度會跟台版有一點落差 然後角色名稱 我有一些角色特別標出來是六星角色 標這個的目的是給新手看 這個影片應該還是會有新手看啦 應該 如果是打不贏角色Hard關卡或是解放關卡的新手 是沒有辦法把角色升上六星的 你就算選這個角色 短時間也沒什麼用 那我就不推薦選這個角色 建議先選那種 選了以後馬上就有用的角色會比較好 然後最後的推薦度是強度跟入手難度做綜合以後的推薦度 由於戰隊戰內容是給滿等玩家或是接近滿等的玩家玩的 對於新手玩家來說 戰隊戰強的角色跟他們關係不大 所以新手玩家的推薦度會跟滿等玩家差蠻多的 新手主要是著重在競技場角色還有推渡角色 好啦 把表格設定大概講完以後 接下來開始一個一個角色的介紹吧 首先是第一個角色 作業伏筆 這個角色的特色是雖然沒什麼攻擊力 但是破防數值超高 一個人就可以破四五百防禦 其他破防角色大概只能破兩三百 所以他一個人就能敵兩個角色的破防數值 這個角色在後續戰隊戰是超級重要的角色 沒有的話 不管是自動玩家還是手動玩家都會非常痛苦 我已經不只一次看到沒有做一幅壁的玩家在群組說很後悔沒有買他了 至於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上場機會呢 主要原因有兩點 第一點是後續比較常用到二物一法的隊伍 法隊缺腳還能借 而每隊都會出現的作弊就借不了了 第二個原因是 最近登場的強力戰隊戰物理角色 六星狗拳 吉塔 雅里莎 莫妮卡這些角色沒有一個有破防能力 當你在隊伍裡放了狗拳 吉塔 再放個補師 剩下兩個位置要把王的防禦破滿 就會對角色的破防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 日版網站GameWeave在12月底有辦一個投票 讓玩家投出2021年MVP角色 第一名吉塔 第二名綠色惡魔 第三名公主靈 第四名富婆 第五名作弊 作弊在後續戰隊戰是超級重要 一定要有的角色 戰隊戰玩家還沒作弊的話 第一優先選這一隻 第二位角色是魔法提督莫妮卡 這位角色台版預計會在三月復刻 初專武 還有開放在Hard關卡刷碎片 她的特色是1技可以幫附近的角色提升很高的攻擊力 1技範圍包含了站位很後面的前衛跟所有物理中衛還有後衛 可以幫克總 六星亞里莎 還有初音加堪跟富婆提升很多攻擊力 在丹幕標王跟多目標王都有蠻多上場機會的 是以上幾位角色的強力夥伴 日版11月出專武以後 11月、12月、1月這三個月魔法提督莫妮卡都有蠻多上場機會的 對戰隊戰玩家來說 沒有的話相當推薦 另外要說的是 這個角色有1技給隊友的物攻量會看自身物攻數值 所以能五星滿專的話可以給予隊友更高的物攻量 也有的作業要五星才能打 加上這位角色在Hard關卡開放的時間點太晚 想要在Hard關卡刷到五星滿專要刷非常久 所以對於已經有魔妮卡的玩家來說 如果只有三星 也沒有缺其他角色的話 是可以考慮買魔妮卡來拿碎片升星跟專武的 第三位是優妮 是一個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優妮的特色是開場第一個動作可以幫我方物攻最高的角色 加很多物攻 物爆 還有爆擊傷害 可以讓六星妮諾跟妹弓的UP傷害提升60%左右 非常驚人 排名第二的新年可可蘿一技只能提升40%左右 跟優妮的差距很大 可以說有優妮加持的物理角色跟沒有優妮加持的物理角色 完全是不同等級的角色 所以在競技場 只要想用物理角色扁人 不管是用妹弓 妮諾 日和 公主靈 富婆 初甘還是誰 大家都超愛優妮 想打競技場的話 優妮絕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四位是灰姑娘月月 是戰隊戰角色 吉塔的夥伴之一 灰姑娘月月的特色是她的1技跟UB 都會對自身範圍180內的角色的施放增益效果 範圍內角色越多 增益效果就越好 這個範圍包含所有前衛跟部分的中衛 在我們比較前面的中衛都有在月月的範圍內 在吉塔成為戰隊戰物理隊老大之後 灰姑娘月月也成了吉塔隊伍中常出現的角色之一 後續兩三個月 有不少BOSS最高傷害的隊伍是吉塔 搭配灰姑娘月月的隊伍 自動也有不少上場機會 但是日服最近兩個月比較少看到灰姑娘月月了 沒有到後續每個月都有上場機會的程度 戰隊戰玩家缺灰姑娘月月的話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角色 第五個角色是祈梨競技場角色 她的特色是開場第一個動作是暈泉方範圍的角色 然後技能生效速度非常快 全遊戲只有美東一個角色可以阻止祈梨開場暈人 只要對面沒有放美東 那對面前中衛就都會被祈梨暈到 其中最慘的受害者是酒鬼 只要第一個進場的祈梨開場暈泳出去 對面酒鬼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開場補TP就會被中斷 對面就沒辦法開場移動後UB了 另外遊俠松鼠開場超高傷害也是會被祈梨給中斷的 這個開場暈的效果在競技場一動就秒來秒去的環境裡非常重要 只要我方先控制住對面 我方就有機會開場先UB打對面一波 總之對於想要打競技場玩家來說 祈梨是非常推薦的角色 第六個角色是聖誕咲戀 日版到目前為止都還沒進號的關卡 台版2月跟3月的四五階段哥布林 由於攻擊力實在太強了 攻擊力回天滅地 物理隊想要坦哥布林只有一個選擇 那就是聖誕咲戀 所以如果還沒聖誕咲戀又想打哥布林的話 可以考慮這次把很婆的聖誕咲戀帶回家 不過聖誕咲戀只有台版2月跟3月的哥布林有上場機會 後續哥布林再登場時 攻擊力有改動 變成一次普攻敲不死克總 於是克總又開始她的表演 一直賴皮 一直爽 就不需要聖誕咲戀談了 也就是說 聖誕咲戀大概只有2月的哥布林有上場機會 後續就沒什麼上場機會了 然後對新手來說 聖誕咲戀是一個不錯的推圖坦克 有缺推圖坦克的話 優先選聖誕咲戀 第七個角色是遊俠松鼠 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遊俠松鼠的特色是開場會施放整場唯一一次的一技能 對前方大範圍角色造成特大幅度物理傷害 並特大降低物防 這個開場痛到爆的一技可一招就把一堆薄皮角色秒光光 在競技場是非常實用的角色 對於滿等玩家來說 由於現在競技場環境是一攻難守 勝率不是100%的進攻隊伍就比較不是那麼推薦 但如果是靠賽就能獲得50%勝率的防守隊伍 那就很強了 要拿來進攻的話 一技有爆沒爆會影響勝負不太穩定 比較不適合拿來進攻 如果臉黑沒爆就很容易輸 而拿來防守的話 對面如果想靠賽來進攻 那還蠻不錯的 那我方還有差不多50%的勝率 要對抗遊俠松鼠比較好的方式是拿一堆六星硬邦邦角色去扛 但對於新手來說 如果你的競技場群組沒有什麼六星角色 那就代表遊俠松鼠可以毀天滅地 除了坦克之外 很少秒必要的角色 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都很好用 所以對滿等玩家來說 推薦程度兩顆星 但如果是新手 那就有四顆星 第八位角色 魔法俠 魔法俠的特色是開場會束縛對面最遠角色 以及範圍內280的所有角色 是個喜歡玩捆綁Play的髒髒俠 魔法俠在競技場最大的用途就是捆綁泳裝咲戀 如果魔法俠對面的泳裝咲戀隊伍沒有放莉馬或新年茅依衛 那泳裝咲戀開場補TP就會被魔法俠中斷 基本上就很難先手UB了 只要對面放了泳裝咲戀又沒放莉馬或新年茅依衛 那你就等著被魔法俠捆綁吧 像是現在畫面上這隊我用美東暈淇淋 然後魔法俠捆綁一下對面 我的妹弓開場UB就把對方秒光光 輕鬆獲得勝利 對於想打競技場的玩家來說 魔法俠是很推薦的角色 第九位角色泳裝俠 曾經的戰隊戰人權角色 隨著大雪凡希陸續登場 加上戰隊戰BOSS的改動之後 泳裝俠在戰隊戰已經蠻少見了 推薦度勉強給一顆星 沒有到特別推薦 第十位角色是依序老師 特色是會偷對面角色TP 還有UB會魅惑對面所有角色 加上開場UB施放速度很快 可以很快控制度對面角色 在競技場攻防兩端都有蠻不錯的表現 本身硬度也蠻不錯的 可以扛住一些比較沒那麼痛的傷害 加上戰隊戰BOSS取得困難 所以這邊給到一顆星推薦 第十一位角色 吉塔 台版本月六星角色是後續戰隊戰物理隊超級人權 在競技場也有不錯的表現 這個月我有做影片介紹過這個角色了 今天就不重複介紹了 沒有看過的可以點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去看 這個角色光潤強度是最強等級的 不過在HARD關卡有兩個關卡可以刷碎片 所以推薦度我只有給一顆星 如果現在還缺很多碎片 做不出六星吉塔的話是可以考慮一下啦 第十二位角色 雅麗莎 台版預計三月會六星 雅麗莎在戰隊戰的強度蠻不錯的 雖然沒有到吉塔那麼誇張 但是上場機會非常多 常常出現在最高傷害的隊伍裡 強度無庸置疑的強 這次推薦度只給一顆星的原因跟吉塔一樣 因為她在HARD關卡有兩關可以刷 取得難度偏低 所以只有一星推薦 如果從今年起每天刷碎片 在三月還是不夠升六星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雅麗莎 第十三位 可愛的噴水蘿莉 鏡花 魔法單體純輸出 在戰隊戰跟競技場都有上場機會的小蘿莉 競技場部分 在萬惡的綠色惡魔登場之前 鏡花噴水隊在競技場進攻 烏龜防守隊幾乎是無敵的 只要對面不直接把鏡花秒掉 光靠硬度想要撐住鏡花連續噴水非常困難 但有了綠色惡魔之後 鏡花噴水隊的勝率有下降了一些 沒有那麼猛了 而在戰隊戰方面 後續主要是在懶人自動隊 偶爾會有登場機會 有上場機會啦 但沒有很多 所以推薦度不會太高 在下一位角色 嘉葉 戰隊戰角色 特色是她短時間戰鬥很強 擁有不錯的破防能力跟很不錯的輸出 但只要戰鬥時間超過30秒 那嘉葉的表現就會大打折扣 嘉葉在打短時間戰鬥的補償刀或是低階段戰鬥表現都非常不錯 有缺的話就一行推薦 第15位角色 露娜 曾經的戰隊戰人權角色 特色是1技會打我方血量最高的角色 並給她很高的TP量 後續由於戰隊戰 345王身上都會帶有無法消除的100物魔防 這個防禦會導致新年黑貓UB沒有辦法把被露娜打掉的血量給吸回來 再加上隨著大雪 煩氣的登場 也有壓縮到露娜的上場空間 最近幾個月日服玩家比較少在煩惱 露娜打新黑暴暴的問題了 因為露娜上場機會已經很少了 蠻少看到這個角色了 日服玩家最近的煩惱是一堆魔法角色 擠在一起特效一堆看不清楚大雪的動作 眼睛很痛 頭也很痛 這一點這個月有打大雪手動刀的玩家應該有體會了 不過露娜在競技場偶爾還是用的到啦 還是值得一心推薦的 再來是今天的最後一個角色 台版這個月大放異彩的天使劫法 特色是UB會降低對面TP最高角色的TP 還有中幅度降低魔防 在戰隊戰對付一些UB非常煩人的王有很不錯的表現 在打台版2月二王肌肉串跟3月二王雷雷都有上場機會 不過後續就比較沒有看到有人用了 上場機會不到特別多 而在競技場方面 也是有人會把天使劫法拿來防守 讓他去吸對面角色的TP 要是沒有把天使劫法秒掉的話 他在那邊吸來吸去還是蠻煩人的 這個角色的表現算蠻不錯的 只是在HARD關卡登場已經有好一陣子了 大部分有做功課的玩家只要刷碎片就可以刷到換出來了 所以推薦度只有給一顆星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看完如果還有其他疑問也可以留言發問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